什么 你想了解纽斯提亚的生态 啊 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我可是非常喜欢讲这一部分的 稍等一下让我看看 先来讲讲我认为特殊的生物吧 交通虫 这是一种体型巨大 性情温顺的昆虫 交通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是因其在社会中充当交通工具的 职能而得名 它们以腹目和骨头为食 野生个体在必要时能猎杀小动物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十分喜欢一种奇怪的饮料 甚至会被这种饮料的气味吸引 我们将这种饮料暂定为糖醋液 糖醋水酒 比为 2比1比5比0.5 单位为分 交通虫还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昆虫 它们通过口气摩擦 它发出的声音交流 在社会体系中的交通虫 会彼此交流自己的旅行经历 作为一种昆虫 它们的生长 自然是要经历 幼虫 亚成体 成虫这几个阶段 幼虫会在地下待至少17年 且只进食腐之土 在幼虫成长亚成体后会破土而出 但是没有翅膀 且只吸食树枝 亚成体退皮变成成体的过程 需要几天时间在退皮前 亚成体会大量进食 而当它们破茧成为成虫之后 它们仍然可以存活50年之久 作为一种生物 发情期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时期的交通虫 雄性性格会变得十分的焦躁 而做好生育准备的雌性 会在树干上留下信息素 以此来告诉发情期的雄性 自己的位置 这里说一句 交通虫的雌性是不长脚的 长脚的是雄性 当两只及以上的交通虫 积极到一棵树干上的时候 就会为了雌性而竞争 它们会用第一对角互相碰撞 直到把另一方从树干上先飞出去 而这场角斗的冠军 自然会赢得繁衍后代的权利 如果在发情期外受到威胁时 它们不会第一时间的拿脚重撞上去 而是会上下晃动自己的脚 收缩腹部发出吱吱的叫声 并且展开自己的翘翅 扇动翅膀进行恐吓 如果对方没有被吓住 那它们就会用脚直接冲过来 驯化后的交通虫 作为坐骑和交通工具饲养 可以接受人工的草料 最前端的脚经过简单的布置之后 可以作为驾驶座 因为作为太少 饲养又有一定难度 所以乘坐的价格会比较贵 职能和人类国家的出租车相同 在某些国家是作为特色适容展示的 虽然人类国家有效率更高的交通工具 但仍然建设了交通虫网络 并引入了交通虫进行饲养 那么我们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野生个体呢 啊 让我们拿出地图 啊 不好意思 不是这张 我们得换一张图 他们生活在反转森林中 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反转森林 是因为那里的昆虫占据了生 动物生态位的顶层 据一些学者的推测来看 是这座岛在早期哺乳动物大规模登陆前 就已经和大陆分离出去了 第一批登陆的昆虫和节肢类动物 很快占据了这座岛的生态位 并借助着丰富的含氧量完成了巨大化 等到哺乳动物登陆的时候 这座岛上上下下都被巨型的昆虫占据 这让第一批登岛的哺乳动物吃了个大逼 最后硬是挤破头皮 才占据了底层的一部分生态位 然而这座奇葩的岛 居然躲过了大陆一次又一次的飘移和合并 神奇的活到了今天 岛上的生物相比其他地区的生物来说 那仍旧是处于一种奇葩状 进化中这一奇葩的阶段 而且更为离谱的是在纽斯提亚爆发世界大战之后 这座岛就被各个国家看中 又来流放罪犯 但流放的时候连六处都没有给 就真的就是把你丢在那儿 把你丢在那儿好一点的 给点水和吃的就没了 这座岛就仿佛被实名青睐了一般 这些船在流放罪犯的过程中 并没有携带过多的非本土物种登岛 而那些登岛的非本土物种 也很快被这个存续至今且几乎饱和的生态系统 压制了体无完福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 学者们发现了这座岛真正的价值 并联名向万国会议提交设立保护区 在大会上 学会的代表阐述了环境保护的意义和价值 而提议的最终投票也以三票之差通过 这就是这座岛的历史了 个人